大家好 今天介紹的今天 你未見準中 韓國節目中 和韓國節目主持人中的 學長後面是 所以我發現菜梯 好事的東西 帶觀眾來聽 料理後部的 顧少年底的故事 那位祖學太雄 這位等了 學家好賞人 在透過學家好賞人的帶領 他發現 沒有共用過家的 送民爆胎 和學家生養 也在各位 韓國節目中的 你未見聽 看你的動物好賞 待等觀眾向你學走 請喜歡同一個料理 同食材 各種美味水 味道駛於各家 情客的體驗 祝你這位祖父子 娶了聘雄美食 各家的清新田地鄉親 雄山哈田來體驗 古早的動作的私情 全部都在挑戰 我人生的極限 就是有很多 譬如說去 去洗竹籃 然後洗魚池 然後跟鵝糞戰 跳過料理 還有同鄉親的父親 體驗民生白菜 酸甜苦辣 各家同時發現到 廣東料理 黑白 鄉親 台灣的感染情 還有菜體 內容了解 人情味 可以在這道菜裡面 可是是濃縮了 它一輩子的酸甜苦辣 因為那道菜的背後 可能是 他們歷經了挫折 重新站起來 所以每次出外景 其實我覺得 還是會激勵到我自己 料理它是一種情感的延伸 所以我們長期以來就是 關注的就是人 那個做菜的人 還有那個 栽種食材的人 他們的精神 香港的行業 當時聽到白鄉的生髮 組合他鄉 行騙不太久 除了利用 地方跟 卡卡休山 酒清飲 不要嚇死的探索 和關外風情 帶你合作 還要請 卡卡行將 投機館 打扮的故事 因為既然是他鄉 就有很多我們 所不熟知的一些東西 那這些是不熟知的東西 我們可以藉由 香精的嘴巴告訴我們 還有他們的奮鬥的故事 其實還是基本上 這個節目還是圍繞在 人的重點 不論是情侶豐盤菜 替他們的風味水 和他們的風片 天下街 祝賀大鄉 祝賀大鄉 翻歌 從來黑頭共 土鳴與完黑的故事 沒有代表鄉親 親親親的感動 看看新聞 放棄成功效果 先 頭來拍拖頭